作词 李宗盛 其实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会一直被人贴上很多的标签 这个标签有可能是从这个外表来看的 大家其实就直面的就能看到 我小时候肯定有这个大头的外号 或者小黑这种外号 这个是我的基因 使然没有办法 但是还有一些标签 就是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大家被给到我的 像我从小的时候就是 街坊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听话 乖巧 懂事 学习还不错 然后老师喜欢 同学爱戴 我不知道今天这个 别人家的孩子站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大家没有掌声 那除了这些标签以外 然后在我大学四年之间 然后很 这个不叫有性还是不性啊 然后我进入了军校 然后念了四年的书 然后在这四年的期间 我发现我自己的性格 好像并不是循规蹈矩 或者说这个温联公俭的一个孩子 可能在军校的这个严肃并不活泼的环境下面 我激发了自己的另外一种性格 如果用塔佩斯这个五星人歌里面来定义的话 叫 Exignment City 就是寻求刺激的这种性格 那我找到这种性格之后 所以我在大学四年 毕业了之后 然后我就进入了外企 然后各种原因没有留在部队 然后我进入外企 然后工作了几年 有了一些积累和工作上经验的一些成绩之后 然后也正好遇到自己的事业的天花板 然后很多人打破自己天花板的方式呢 是通过跳槽这样的方式来达成 然后我正好对当时所属的这个领域 没有那么浓厚的兴趣 所以我就投身到自己热爱的民宿 和酒店好一个连去 但是因为这是一个特别长期的过程 但是修建的时候会消耗大量的时间 已经经历 所以在这个阶段我有 大概六个月左右的一个空档期 那在这个时间的时候 我让我开了一家自己的酒吧 然后所以我被贴上的标签就是 非职业调酒师 以及著名的酒后表演艺术家 然后除了这个酒吧以外 我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又投身餐饮 然后重新做了一个 这个在外地做了一些餐饮的项目 然后所以现在又被别人贴上这个 这个非著名的美食评论奖 然后这个就是过往的这些年里面 大家对我身份贴的一些标签 为什么我会提到这个成功这个事情呢 因为正好今天受这个主管方的邀请 能够有请在这个 Head的大会上面来发表自己的一些分享和言论 那所以有些朋友会说 你在做这个陆志青城 或者做酒吧民宿这些行业里面 然后你已经在自己的领域里面 获得了一定的成绩 或者在他们的眼中是叫成功 但是对我个人来讲 怎么来定义这个成功呢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 你们心中的成功应该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大多数人会想 我成功可能是因为我有足够的财富 然后我就要成功 有些人会想我除了财富以外 我还需要一些名 我需要有一些名气 然后除了名利以外 更有胜者 他会自己回想 他说那我是不是还可以为社会做一些贡献 那做完了这些贡献之后 我觉得就大家会经常讲 屁思拉我 爱与和平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崇高的想法 是有大科学的人生 然后我暂时还没有 所以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定义成功的方式 都有不同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讲 如果我们自己刚才在脑海中想的这一幅画面 就是我们是根植于现在 然后来对未来有一个预判 对没有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假设 然后这个是我们心中还没有达成自己的一个成功的话 那我其实换到现在我们只要讲的 就挖在嘴边的第二虚拟现实 就是我们没有成为自己的另外一个模样 就是我们自己来定义的成功 这个可能是大多数人心里的想法 但是如果我们再把这个时间放长一些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成功之后可以得到什么呢 如果是我的话 那我如果成功了之后 我会在我的木质名上面刻上 这是一个崇高的人 这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然后如果还有更有胜者的话 他可能会在这个人类的场所当中 他在这个封碑史上被载入史册了 但是我们在大爆下之后的138亿年间形成的这个宇宙的空间来讲 这个成功看起来还有什么成功吗 这个成功还有什么重要吗 所以既然成功都已经这么难了 那我们肯定觉得我们要成为自己应该会比较简单一些 既然今天我是以这个民宿人的身份来做这个分享的话 我可以讲一下我们来做这个民宿之前 我在2013年的时候 2015年的时候 我开始萌生要做这个民宿的想法 然后在2016年的时候 然后开始修建这家民宿 但是我的梦想可能跟大家在座的各位有很多相似之处 有很多人可能有自己的梦想 要开一个咖啡店 要做自己的一个花店 或者一个独立的书店 那都是让别人为自己的梦想来买单的一些美好的事物 其实做民宿这件事情我也是一样的 可能不外乎就是希望在一个风景绝佳的地方 找到一个面朝大海 初暖花开 然后勤更旅渡的一个这样的地方 可以让人留下来 然后生活一段时间 这个是我最早的梦想 但是在2016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很不幸的是这个项目可能有点脱离了我自己最开始的初衷 没想到项目会越见越大 所以中间的时候会出现了这个资金链的锻炼的情况 所以在那个时候2016年的时候 我选择了把我的房产进行了一个处置 进行了一个变卖 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像坐在后排的GoGo 我就从当时我们的邻居的身份 然后变成了现在朋友的身份 因为我搬离了我的小区 我搬到市中心的公寓里面来住了 然后变卖了自己的房子之后 正好成都的那一段时间龙市特别火爆 然后我房产的价格 变卖的房产的价格 差不多搬了一班在半年的时间内 但是所以有一些 你知道有一些朋友是出于关心你 然后有一些朋友是完全好事 他就会来问你 他说你是不是傻爹啊 你为什么把你的房子卖了呀 然后你现在后悔时间了吧 我说我没有 我说不后悔这话是真的 因为在我2013年的时候 回到成都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 有了一定的积蓄那会儿 然后我买了按街买了车买了房 但是按街买了车买了之后 其实我变相的 我会被这两件事情给困住 然后我没有办法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然后去寻找自己想要追求的生活 然后我把这个 我的选择的权利 然后交给了银行的信贷部门 让他们来给我做选择 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 我把这个车贷 车贷藏清了 然后并且在2016年 把这个房产已经处置了之后 然后我觉得我突然非常的轻松 然后这种轻松是因为我觉得 我不会被一个房子所困住 天下之大哪里都是我的家 因为我没有亲户 我也没有孩子 那我们经常会讲我心安处是五乡 然后我们觉得我的心安处就是基于我个人 那我不是被一个房子所困住 这个不是我的家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变卖了自己房产之后 我开心极了 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就立马买了机票 然后我去国外玩去了 当时在美国西海岸 转了差不多有20个时间 我下了飞机之后 然后我坐了一个车 然后我就掩护一直走 然后一个人 然后一路上碰见了一堆人 然后因为我怀着这个比较开放的心态 所以很快地和大家成为了朋友 然后我们吃吃喝喝 然后可以聊聊风月 然后聊聊音乐 聊聊电影 然后这一路上我就这样一直开车走 然后我租了一个小货车 没有人会在意我这个车的车标是什么 没有人会在意我穿的是什么 我可能饿了在图上加油的路途中间 我就买一个汉堡充机 但是我觉得我开始急了 然后我没有被任何事情所困住 所以我也很想问大家 那么现在在做的可能有将近100号 这个朋友今天下午回来听这个分享 你们现在还在追求自己曾经的梦想吗 你们还有勇气想要过自己的生活 你们又是被什么东西困住了 说到这个的话 我想起然后在前几年的时候 有一年这个就是从四川走318国道 然后到西藏的时候 会经过一个通麦天险 然后通麦天险的隧道快要修通之前 然后我很想去体验一下 因为它是单向行车 据说路途比较显 其实还好 但是现在你们可以走隧道过的 然后我就去了一趟西藏 然后我自己把我的行囊打包收拾好了 然后也开始往那边走 然后我走累了 然后我就找一个土地平坦的地方 然后我就搭个紧的帐篷去睡一觉 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梦见藏民然后赶着一群毛牛 然后从我身边路过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画面没急了 这个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然后我就继续往前面走 一直走到了林芝 然后去了罗朗林海 然后再往深山里面走的时候 我就自己背了一个包 然后想往这个山里面去探索 但是这个里面应该有一个画外音 就是这个经专业训练的 所以请勿随意模仿 就不建议大家随意背个包就进深山了 然后当时我就进了这个山里边 然后进山里边之后呢 就突然下起大雨 这个非常大的暴雨 然后天也就黑了 这个雷声就在耳边哄 然后其实我们小时候就被叫到了 如果这个打雷闪电的时候 一定不要躲在树的下面 因为你会被劈 虽然我没有装什么东西 但是还是会被劈 但是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们除了这个树可以让我闭雨 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让我躲藏 我差不多等了有两个多小时左右的时间 就在那个树下一直在闭雨 然后终于看见远处有车灯了 然后我就一边往那边跑 然后一边叫他 因为雨声太大 那个人也听不太清 但是我快跑到他跟前的时候 他也听见了 然后他把车停下来 停下来之后他就说了一句脏 因为他看见我一身已经湿透了一个背包 当年还比较 就像现在长得这么 让人觉得像坏人 当时还比较是出汗的样子 所以他就说了一句脏语 反正我也不知道他说了什么 但是基于那种环境当下 我觉得他说的任何话 都是两个字 上车 所以我就上去 然后跟他一块回家 回到家里之后 然后他的妹妹 然后就是白天的时候 可能摘了这个 采了一些虫草 然后再做一些分解 和处理 他老婆在厨房里面 正在准备这个晚餐 然后我进门的时候 他的孩子可能有 七八岁的一个小男孩 刚才我跟他拉了一块进去 以为我是他爸爸的朋友 然后他手上正好拿了一个苹果 他就塞过来给我吃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一家人特别的温馨 特别是在经历了这个 暴风雨之后 然后遇到了一个好心人 可以帮我收留到他家里面去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美好 不是我当时能用言语来形容的 然后他们让我去房间里面洗了一个澡 然后出来就吃了这个饭 然后他专门煮过他老婆说 你在那个汤里面放些虫草吧 然后晚上吃饭的时候 他们让我喝了一点烈酒 说你去寒免得这个灵的雨之后感冒 然后你知道这种深山里面的藏民 他们没有什么茶余半后或者半后消遣的活动 然后大家就睡了很早 然后我也就早就入睡了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望着窗外 然后正好 这个阳光升起来 然后照在这个树林上面 就树影婆娑 然后他们那个藏族的楼房 他会有一个调研 出去一个藏式的调研 然后就我记不太清楚有几支了 有几支鸟在这个方面上面 我觉得这个画面非常非常的美好 就即使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 后来我离开他家第二天我就走了 然后我们没有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 我现在回去也不一定会找得到 但是我觉得我从单方面的来意识到 这个就是我心 这个藏民他们一家人给我的感觉 就是两个字 美好 所以在过了很多年之后 如果你在生命当中或者生活当中 会遇见一些艰难困苦的时候 会遇见一些人间凉薄的这种时刻 只要你心中能浮现出这个画面 这个藏民一家对你的这种态度 然后你就觉得黑暗中是有光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至于我带来的美好 因为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是我们讲的三十岁以前我们做的事情 其实在三十岁那一天的时候 因为我上个月刚才三十岁 在三十岁那一天生日的时候 我有一个什么感受呢 特别像王小波 都在他的三十二令里面写的 就我一个人走着走着 前面后面都没人了 然后路边纷纷地落下的树叶 就像天国金色的大门 然后我觉得我放弃了 我逃离了一切的苦恼 然后我获得了存在 其实这里面有两个字 关键对于我来讲 就是一个人以及存在 那过了这三十年的时间 我意识到成为自己 就是所谓的一个人的存在 这种情况 我花了三十年我能用这个意识 我没有说我成为了自己 我觉得已经非常的难得 所以在 在我接下来的十年里面 曾经有一首歌里面会唱到 是谁唱到 跟我一个姓吧 薛凯锡 他唱到十年后的我 然后里面 十年后的你还会不会 为当时的 你还坚持当时的梦想吗 你会对当时的事情 感到骄傲和誤悔吗 如果混在十年前的我 或者十年后的现在都是的话 我可能会说 我没有誤悔 我骄傲 然后我并且为自己的事情 得到固定 但是如果我把这个时间 拉长到 我生活过的三十年的时间里面去的话 我会觉得 我可能不是那么相信 我对之前的过往都是誤悔 都是满意的 所以我只希望 在未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面 诞心虔诚吧 你摸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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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摸位吧